好像这个画面是不是要打马赛特啊 跟着平行大叔看遍泰国豪宅 今天大叔重新回到普吉岛 为大家介绍我们巴东去的豪宅 今天这栋豪宅可以说是占地1200坪 但是它的建筑面积达到了2495个平方 拥有13间房 一共是15个卫生间 真的是一个超大的合院 并且还拥有着民宿执导 OK那么里面长什么样子呢 跟着大叔一起到里面走走 首先过来以后呢 我们是有两个通道 一个是车库的入口和一个泳池的入口 那么再往里走呢 就是我们今天这套别墅的第一个会客空间 整个会客空间我们能看到 大概是约有七八十个平方 在这里呢 可以接待来自到访的宾客 那么我之前也说过呢 这一套别墅呢 它是拥有民宿执照啊 这是为数不多的一套别墅 所以说在这里 我们每一个房间都是可以单间出租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第一个会客空间呢 也是一个娱乐空间 能够看到有一些娱乐的一些设施 而且我们四周啊都是点缀着浓浓的泰式风情 特别是我后面的这一幅超大的金像 能够看到九头金像和我们的金纳利 在这里呢 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泰国风情 好 那么后面呢 是我们整个一圈的花园 我现在呢 先从右侧 从头为大家整圈的一个介绍第一层的空间 过来以后呢 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小桥流水啊 不光是有中式的小桥流水 还有我们泰式的小桥流水 在这边我们能够看到 因为泰式文化呢 也是一个崇尚金色的一个文化 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在这里呢 大量使用了金色作为装饰 后面呢 我们能够看到熟悉的甲山和热带植物啊 围绕着整个客厅空间 那么这里有一条小路 顺着小路我们往后走啊 来一一为大家介绍这套别墅的其他的空间 那么在下面呢 我们是有五间客房 一会儿我们到楼下去 再往前走呢 我们是通往楼下的客房空间 后面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后院 在这个后院呢 是我们保姆房 那么在后面是它的一个居住的空间 而且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甲山流水啊 当然还没有打开 我们这套别墅是2022年重新翻新 到现在还正在翻新啊 因为这套别墅呢 在八东区呢 也是算是老面孔了 之前有朋友或许都来住啊 但是以前里面的设施比较成就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重新做了翻新啊 等到开放之时 大家可以过来看看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是有一间健身房 我们能够看到 其实每一个房间 我们都做了超大的这种透明玻璃啊 能够看到户外的景观 也能够让室内更加明亮 那么再往前轴呢 是公共的卫生空间 那么这里呢 有一幅对吧 雕金画龙的一个态势雕像 那么这边是我们客厅 从前面可以直接到达我们这一间 中间的一个位置 再往后轴呢 其实我们以前这里是一个花园 那么现在呢 主人把它改造了一个电梯 因为我们这栋别墅 一共有四层空间 所以说需要一部电厅啊 这样对长辈也很友好 那么再往后走呢 我们这里是经理室 那么这一条的房间呢 就是它的客房空间了 那么前面呢 是我的停车库 这就是我们第一层空间的一个布局啊 一会儿呢 我将放空间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它的客房空间 OK顺着楼梯 我们来到第二楼 之前大叔也说过啊 咱们是四层的建筑 所以说一定要有电梯的配置啊 我们还是从左到右 为大家来介绍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走廊 还是有很多的泰式 这种细窗的窗户啊 那么过来以后呢 就是我们这栋别墅的整体厨房了 我们能够看到整体厨房的功能 非常的强大啊 中间一个超大的中导 也是可以为大家烹饪 绝佳的美食 而且我们拥有一个超大的 工业级的冰箱啊 可以看到 可以储存一周的食物啊 那么在后面也是工业级的 抽油烟机和猛火灶的燃气炉啊 这个是非常适合 咱们中国人的一个烹饪的一个习惯 好顺着这个厨房 我们往里走 咱们到餐厅来看看 我们拥有一个超大的一个餐厅啊 容纳26位小伙伴同时进餐 在这里呢 也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庞大的餐厅啊 因为我们之前的别墅的介绍里面 还没有一个这么大的餐厅空间啊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这里可以容纳26位小伙伴同时进餐 其实呢 这真的是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民宿酒店了 对不对 后面呢 我们也是有一幅浓浓的泰式风情的溜金画像啊 那么在我们的左侧呢 是能够看到巴东海津景观的一个景观窗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侧门到达户外 那么在这里呢 餐厅过来以后就是我们第二楼的会客空间 那么在这个会客空间大家可以相互攀谈啊 聊聊在普吉岛和这个海岛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儿 而且我们拥有一个超大的一个水晶灯 把整个客厅装扮得非常的华丽哈 OK 那么在我们的侧门呢 是有一个宜门可以到达户外 在这里我们能够欣赏到巴东的海津景观 虽然呢 有一小小的遮挡 但是呢 不影响我们欣赏这美丽的海岸线 OK 继续回到室内 我们整个空间呢 大约是有80个平方 那么可以容纳20位小伙伴一起在这里游玩 那么现在呢 就到室外来看一下 从客厅空间出来以后呢 来到我们户外哈 就能感受到泰国的一个气候了 那在这里呢 是有一个户外的餐桌 其实这个餐桌呢 是可以放在我们前面的泳池露台的 作为一个户外的一个餐厅使用哈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首先能看到这一栋别墅的超大泳池 整个泳池呢 长13米 宽5米2 我们能够看到泳池的两头呢 也是有着 这个吧台和烧烤区的功能哈 那么在我的后面呢 其实这一条路呢 也是可以直接从大门上来以后 直接来到泳池空间的 我们能够看到整个泳池的墙壁啊 的雕像啊 非常的态势 而且有着佛教之花的荷花哈 OK 那么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烧烤区和休息区 那么从泳池的南边 往北走呢 就是我们最大的一间卧室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 这栋别墅呢 说实话我们能够在这里看到泰式建筑的美哈 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边角和它的吊顶都非常的泰式 OK 现在我们来主卧来参观一下 进入到室内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中间的中庭 那么往右走呢 是我们的客厅 往下走呢 是我们楼下的客厅 OK 继续往里走 那么在右手边呢 我们这里是主卧空间 整间主卧 我们都是正对的泳池哈 并且我们整个空间全部做了重新的翻新 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别墅的吊顶 还有它的一些墙面 全部都是崭新的哈 也是刚刚装修完就遇到一起 在这里有个小小的装置 给大家看一下哈 外面非常的泰式 但是呢 内部还是暗藏玄机哈 在这里我们做了一个悬吊式的电视柜哈 OK 继续参观里面的 进来以后呢 这就是我们的自己的衣帽间 我也跟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哈 其实在泰国衣帽间都不是特别大 因为大家都是来度假嘛 身上的衣服也都很轻薄 那么进来以后呢 我们整个领域空间也重新做了装修 包括墙面的研板 包括我们的洗水池全部都是崭新的 我们能够看到所有的地板也重新做了一个翻新哈 后面呢是一个按摩浴缸 那么在这里呢 要跟大家聊一下的就是整个别墅呢 其实大家之前如果来巴东都住过的话 像这样的泰式别墅其实很多的内部啊 其实都已经很老了 但是我们这栋别墅呢 重新做完翻新过的能够让这套泰式别墅焕然一新哈 OK现在我们到它的旁边的客房来看一下 过来以后我们能够看到真的有点像一个城堡啊 真的是整个动线都能够到达任何地方 那么过来以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在第二层的第一间客卧 其实我们每一间客卧呢都是一样的标配 我就选一间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整个客房呢我们看的还是蛮宽敞的 并且拥有自己的独立的储宜柜 超大的60纯电视和超高的这种双人床哈 其实这种双人床其实对长辈蛮友好的 上床下床不用那么费劲哈 那么还有拥有独立的卫生间 其实真的非常的一个酒店标配对不对 那么卫生间呢同样也是干湿分离的一个设计 其实在这里真的是可以适合于大家庭或者是一个团建 来到这里一起居住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异域风情的这种雕画 真的非常的漂亮 好现在我们到第三楼去看看 那么这里呢给大家说一下哈 我们整栋别墅的翻新呢 花了大概3000万泰铢哈 从地板从墙面还有到整个的一些软装和电器 一共3000万泰铢 OK来到第三层呢我们是有两间卧室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间卧室呢是我们这栋别墅的VIP房 我们能够看到空间也是超大的对不对 超大的双人床 我觉得这个是三人床 我觉得三个人在上面滚窗当然没问题 那么中间的会有空间 同样拥有自己的独立的领域空间和衣帽间 在这里过来以后呢是可以摆放衣帽的地方 那么这边呢是我们的领域空间和卫生间 所有的房间我们能够看到它的灯光哈 还有它的自然光线非常的充足 好那么为什么是VIP房呢 因为它拥有一个独立的户外阳台哈 一起来看一下 这种幼木地板踩在上面非常的舒服哈 好过来以后呢 就是我们这一间房间独享的室外空间 在这里的高度就能够让我们能够看到巴东的美丽的海岸线哈 那么在这里要跟大家聊一下之前呢 大叔能拍过旁边的公寓哈 那么这个公寓像这么大的面积 哇售价真的是不知几倍了 来在这里看一下我们巴东的美景哈 在我的左手边是巴东可以日落的地方 在右手边呢是巴东美丽的海岸线 是不是非常的nice的一个画面哈 在这里我们能够从空拍图上能看到 这栋别墅的一个外立面 在这一块区域也是最耀眼的 OK继续回到室内来看一下我们另外一间客房哈 那么这栋别墅呢 现在呢做整体装修啊 然后也是为了迎接疫情后的游客 OK参观我们VIP房间以后呢 顺着我们的走廊继续往前走 那么在我的左手边呢是有一间不大事 我们就不进去看了 不大事呢也就是主人呢每天要供佛的地方 好那么过来以后呢是我们另外一间客房 同样拥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 中间呢是超大的双双床 其实每一个房间真的是非常的大 对不对 每一个房间的空间呢真的是非常的宽敞 在这里呢居住的话也非常的舒心 我相信度假呢我们的这个空间的高度啊 而且我们泰式的这个建筑啊 这种斜肩顶的这种泰式建筑啊 能够让室内非常的凉快啊 OK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三层的两间客房 我们楼顶的两间VIP客房以后呢 咱们看看其他的客房啊 说实话在这栋别墅里面大叔转来转去都差点把自己给转晕了 因为太多房间了真的是太多房间了 看一下我们在第一层的一个客房空间 整个客房空间从来也不利色啊 我们这栋别墅的主人对每一个房间真的是不利色 看一看到这一间也同样是超大啊 每一间客房都非常漂亮 而且我们每一间客房都还为大家留了一个户外的阳台啊 OK继续来看一下它的淋浴间和卫生间 同样有一个小小的储物间啊 过来以后呢 这一间的淋浴空间呢其实也安装了一个按摩浴缸 而且我们这一间的这个格局跟我们楼上的主卧好像差不多啊 好继续往前走 那么现在呢大叔就带大家到地下去看一下 犹如地下宫殿般的客房 Let's go OK从我们一层往下走可以看到转角处四位泰国美女啊 真的是非常的抑郁 过来以后呢就来到我们犹如地下王宫般的五间卧室客房 首先我们来看到侧面 整个侧面的这种金色画像啊 真的是非常漂亮 好像这个画面是不是要打马赛克啊 OK到第一间客房来看一下 那么地下的这个光线呢其实稍微要暗一点 但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户外阳台的这边预留了一条景观阳台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其实也不会觉得太闷 而且我们这里其实也不算是地下 也算是一个副一层的一个感觉 我们每一个房间都有自己的一个户外阳台 在这里呢西安的朋友呢可以在户外 那么我们能够看到新装修的这些桌面 墙面包括氛围灯啊都是非常的恰如其分啊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墙面都是溜金的图腾 与现代的灯色所交融啊 能够看到过去与未来的一个融合 OK继续往里走 来看一下我们第二间客房 那么这一间客房呢稍微就会小一点了 大概是有个10平方左右啊 同样拥有一个户外阳台区域啊 那么每一间客房都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和领域空间 现在这里呢大叔就不一一介绍了 因为每一间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一位想在普吉岛开放的时候 来这里做民宿的朋友 那这栋房子真的就太适合你了 OK那么这一间呢是它的设备房啊 好顺着这个楼梯 我们就能够到达我们泳池空间了 那一会儿在泳池空间为大家再聊聊 那么今天呢大叔就为大家带来了这一套占地1200个平方 建筑面积达到了2495个平方 拥有四层建筑的泰式合院啊 说实话大叔在拍这套别墅真的是 给我转了一圈啊 真的是有点迷路后的感觉啊 真的是像一个皇宫一般 特别是它的地下的那种感觉啊 真的是非常棒 那么在巴东这一块寸土寸金的地方 而且能够看到巴东沙滩的海湾景观 又能看到巴东的日落景观的双海景景观的 真的是为数不多 那么这栋别墅呢 其实在疫情之前呢 其实它是出租率非常高的一栋 泰式的独栋别墅 因为它的房间足够的多啊 有很多小伙伴都是跟着很多好朋友啊 一起来到这里度假 那么选择这样的一个超大的别墅呢 能够跟很多好朋友一起出来玩耍的 也是一件非常有乐趣的事情啊 那么这栋别墅呢 现在呢 房东报价是1.75亿泰铢 包含整个的家庄和整个的翻新啊 之前呢 大叔也跟大家聊过 这栋别墅呢 光房东的翻新的成本就达到了3000万泰铢啊 更何况这一块土地呢 在巴东的位置 OK 那么今天呢 大叔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是你是一位想在开放之后来普及岛 做民宿的小伙伴 那么这栋别墅真的就太适合你了 OK 跟着平大叔看遍泰国豪宅